不少粉丝问我,为什么他们点了阶级之后不能点击下一波呢? 我以这期追击第一关的原始豌豆作为例子和各位讲解一下 之前我原始豌豆加山竹这关打了15秒 但考虑到4-5接山竹难获取,所以这次攻略不用山竹 但原始豌豆要有紫色手套挂件,最好有瓷砖萝卜 神器要阶级神器,当然扭断神器也是可以的 开局布阵阶段,种植三个瓷砖 在瓷砖下地的过程中种植几个黄金贝蕾 第一个瓷砖下地之后就可以直接种植变身茄子复制的原始豌豆上去了 种植完毕直接开始,我这边一三路全没开大 这边赶紧给一路或者三路原始豌豆开大,目的是联动 联动是有一定时间的,等味道完毕的原始豌豆快结束大抄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继续给一路原始豌豆开大,做到三管齐下 然后立即种植卡槽剩余两个原始豌豆放在4-5路 这边运气不太好,还是有个演员,但这样仍然可以做到四管齐下 注意原始豌豆装卖大招的火球是非常重要的,是推波的核心 需要等火球滚到11列左右的位置,也是僵尸刷新的诞生点 赶紧点击接接,这样就可以无限点击下一波了 毕竟当一波的僵尸消耗到一定血量比例,就能触发下一波的按钮 但前提是加足和伤害要足够,不然也不行 注意只有一小部分AOE高伤害的,或者有范围性即非性质的 比如熊果,柚子,加兰,原始豌豆装卖大招的火球,山竹大招,才能不断的点击下一波 随便这期存在的时间以内点了不少的下一波了 在下一波的时候种植第四个瓷砖,避免后期没有豆子而出现尴尬的情况 后面基本上就是保湿节奏 给其中一个瓷砖上的原始豌豆点火,做到四管齐下 我这边还剩2分43秒的时候就打到最后一波了 如果有根卡拉手机交换,那可以逼我快3到4秒 最后一波僵尸排队偏长,所以很容易有漏网食鱼 有专的可以考虑杂瓜 不想杂的话,保证最后一波每排都有原始豌豆开大 也可以把卡槽里的原始豌豆东上去支援一波 避免有漏网之鱼导致收尾慢了 当然了,最后的分数肯定是可以更高的 这里主要是把思路和各位说一下 好的各位,我是朱庆 祝各位能够早日上传奇段位 下期再会